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華為的新手機Mac 60 Pro不是開賣了嗎? 現在粉紅搶購的狀況越演越烈 出現了現場,有粉紅搶購不到 在華為店內大哭大鬧 還有粉紅去造衛京的時候念念不忘歌功頌德華為 想要趕快出院之後買一支華為暖暖心 我真的會笑死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些影片吧 加油華為,加油China 來,親生孩子上次的門店沒有花了 親生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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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非常搞笑 因為在那個孟晚舟嘛 還有這個華為的創始人 不是過安檢的時候 還有被加拿大政府抓的時候 都發現他們弄什麼 蘋果系列啦 蘋果的Mac 蘋果的平板 蘋果的手機 然後小粉紅支持華為 然後華為的那些公主 那些皇家集團自己在用蘋果 我之前說 在已經揭秘華為 這次推出的這款手機 落後這個世代三年 你如果還會想買 那代表 你肯定有非常大的機率 是大一桶 大中華 甚至是愛國粉紅 就好比現代來說 還有人在用馬車嗎 有啦 基本上這個時代還在用馬車的 就是專門給劇組拍攝古裝的 不然就是觀光導覽用的 不會真的有人把它當作交通工具 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甚至是跨縣市出遊的工具 對吧 還是粉紅你們都搭馬車跨省旅遊 你們不是最以為要有中國高鐵嗎 OK 不管你的馬車裝飾得多精美 你總體就是落後於汽車一個時代對不對 我就問嘛 現在還有人在用Window 9598插P嗎 沒有吧 所以我說如果現在有一個公司 他繼續推出什麼Windows 95系統 你還想買 然後你還說我要支持他 那你就是用信念在支持的啊 無腦的愛黨愛國 每個人雖然有自己喜歡的品牌手機啊 但是在中國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基本上全中國已經把華為等於中國 等於中國政府全部都綁在一起了 對吧 所以你批判華為 你認為華為不好的時候 很多粉紅就會罵你 漢奸賣國賊 但我們反觀一下 美國人罵蘋果 你有看過美國人說 欸你是賣美賊嗎 你是賣國賊 你是美奸嗎 沒有吧 像我們之前台灣的HTC 推出來之後 爛鬼很爛 那就罵啊 啊就很爛 就當然要罵啊 我們不會無腦的去支持 我們也不會認為說 喔你是台灣的公司 那個時候代表台灣 那我就一定得去支持你 喔我不支持你我就是賣台賊 我們不會有這種想法 但是貴國的教育 會有讓這種想法產生 那現在有非常多的中國網紅啊 拆機拍攝 基本上啊 輕一色都是讚美 或是非常隱晦的 不支持 但是沒想到啊 他被要求刪除影片 然後他自己就說啦 抱歉各位啊 由於咱們麒麟 9000S的視頻 涉及的內容比較深 影響力比較大 因不可抗力因素 暫時被下架了 視頻內容 大家應該都見過了 目前我只能說 有緣再見 等半個月後正式發佈機型 會再進一步的評測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聽屏風影吧 然後呢 他自己又在下面回應自己啦 這不是華為幹的 也不是B站幹的 希望大家不要亂帶節奏 下面就有網友說 OK 既然不是華為要告你 也不是B站主動刪的 那我知道是誰幹的 誰啊 中共嘛 那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華為手機裡面 有什麼層面涉及中共議題 有可能涉及到所謂的間諜法 有可能涉及到中國顏面 晶片了嘛 對吧 他一定是把這個晶片拿出來 讓看得懂的人 那些什麼台積電的工程師啊 或是以前有在這個晶片行 夜工作的那些人看出來了 這好像有點問題 雖然你嘴巴上都在吹 所以呢 這個影片被下架了 好我們現在退一千萬步來說啦 中芯國際即便大規模的生產出了7奈米的晶片 但現實情況是什麼呢 你們生產的工具只有落後這個時代的DUV光刻機 還有第五代光刻機 我們可以從這張圖發現 中共大部分的光刻機是ARF光刻機 也是DVU光刻機 第四代光刻機對吧 而中共在2022年引進了最後一批 也是他們最新的第五代ARFI光刻機 這個是由荷蘭公司生產的對吧 那這個光刻機可以為中國製作 常見的28奈米跟14奈米 最緊繃可以到7奈米的晶片 所以中國有了這個生產工具 它可以做出7奈米的晶片對吧 我等一下一一解釋給各位聽 我們看下面這張圖 最底的第六個 也就是我們現在大部分 已開發國家利用的第六代EUV光刻機 跟第五代ARFI光刻機的比較 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 第五代有這個凹凹曝曝曝曝 fora的晶片 這個線路弯彎曲曲凸凸不平 所以量率跟效率 都是比第六代低下許多 所以中國的生產工具 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 对吧 那你最紧绷 花最多成本 也才能制作出7奈米晶片 且良率非常的低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只有荷兰这家公司 有能力制作出光刻机 我们台湾叫曝光机啦 而美国还有一个杀手键 还没使出来啊 就是他如果继续下令 制裁中国的晶片行业的话 他可以命令日本 还有德国美国的 感光剂制作公司 不提供感光剂给你们中国 到时候你们中国 连28奈米 144奈米的晶片 都做不出来啊 而光刻机里面有一个LENS 是美国技术提供的 当然还有其他各个国家 什么以色列啊 德国日本之类的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晶片的制程 到生产晶片的工具 跟生产晶片用的原料跟药剂 都是欧美日韩之类的国家 联合研发或是联合有专利的 那中共国一项技术 跟一项研发专业 通通都没有 那请问你怎么自主研发呢 你要用马屋语录研发 还是用圣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 去研发 我搞不懂啦 我相信小粉 听到这里肯定还是不明白 我在说些什么 没关系我再换个更生活化的例子来举例好 今天弓箭的最大射程啊 我上了你们的百度 必须得用百度 你们才相信 弓箭最大的射程 平均是200公尺 200米 那有效射程是120公尺 平均射程是50到80公尺 那也就是说 这支弓箭啊 最远的极限可以射到200公尺 但它毫无杀伤力 今天你站在200米 有一个人拿弓箭 不巧啊 射到你 可能就是个小插伤或是瘀青 没有办法穿透 没有办法让你造成S 而且啊 它要射到你的这个几率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可能射出100支 才有5支 打到你 然后不会让你造成S 那换成晶片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良率嘛 你制作100个 极限7奈米的晶片 最后只成功了5个 而从成功了这5个 它的效能也是非常的差 但失败的那95个 它也算制作成本 对吧 那弓箭的有效射程 120公尺 也就是说 你在这120公尺内 击中目标的几率啊 比较大 那也就是你可以制作 14奈米的晶片 大部分是可以成功的 那弓箭的平均射程 是50到80公尺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 会使用弓箭 来射击这个范围的目标 那也就是 目前中国引进的光刻机 最适合制作 28到14奈米的晶片 这是它最适合拿来做的 你做7奈米 你可以做出来 但你成本巨大 而做出来的效能非常的差 不是说你做不了 对吧 但这个时间成本来说 你非常的划不来 那你今天 不论怎么把弓箭手的 臂力训练到非常壮 跟那个大力士一样啊 精准度训练到非常的准啊 你的武器还是弓箭啊 你是不可能比枪来得远 来得快来得准 当你在自催啊 咱们中国人拿是射箭大师的时候 人家拿具体箱在两公里外笑你 再听不懂 我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 今天我们假设 晶片是这张纸 那光刻机是毛笔 而这个毛笔 还是中国跟荷兰买的 中国自己没有能力生产毛笔 对吧 所以呢 你拿了这支毛笔 在这张纸上写字 它总有个极限吧 那你在这张纸上 你可以用毛笔写出多少个字 你可能可以写50到100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字 对吧 但这个字会很大 今天你要在这张纸上写1000个字的时候 这个字可能就会忽大忽小 Y7扭8 非常的丑 而且 你的失误率会越来越大 你可能墨汁会沾到旁边的字 那这张纸就作废不能用了 对不对 这就是你们中国现在使用的光刻机嘛 但我们现在台积电 跟其他国家使用的是什么 是EVU的 那EVU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 是一台电脑的印表机 你字要多小有多小 而且每个字长得都一样 我们控制的非常精准 我们字数啊 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中国啊 不管怎么练练练 就算今天你练成是毛笔大师啊 这个泼墨山水画 画得零零尽致 你也不可能赢过电脑印表机 跟AI算图画出来的吧 而且一旦啊 你们这支毛笔坏了 不好意思啊 你们是买不到另外一支代替的毛笔 因为你们现在使用的是 中国最后一批被制裁前订购的毛笔 那我问一下啊 你们今天这支毛笔坏了呢 你们7nm 14nm 28nm都做不出来了 你们只能回到第四代 光刻机制作108nm的晶片 如果这样还听不懂的话 那我只能祝福你啊 快去多吃大亚湾的海鲜 补补腦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轰锁 我是八九 下期再见了 掰